字幕提供 各位小七車觀點的觀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Mike 今天早上我們來到了 HONDAI在內湖的一個展示中心 我們來參加全新的七人座MPV車款 Casting的媒體預賞會 那講到Casting這個車型 其實最近在網路上的討論度是非常的高 那我們來稍微檢視這個車型的由來 它最早可以在去年 北京現代所推出的Custo上面所看到 那Casting根據原廠的一個規劃 其實是一個亞太市場的戰略車 所以在配置上會跟 我們去年看到的北京現代車型會有不同 那這台亞太的戰略車 台灣這邊總代理南洋實業 是搶先在泰國跟越南之前先行的亮相 預計是11月8號會正式上市 那目前已經展開了接單 原廠公佈接單到現在為止 已經超過了800張 那今年的配額 公車數量是600張 所以目前可以說是玩瘦 為什麼Casting這個車型會受到這麼強烈的關注呢 我們先從它的售價還有編程切入市場的價格帶為大家說明 目前南洋實業提供兩個車型 GLT-A跟GLT-B 那報價分別是133跟147萬元 是切入了之前 Odyssey這個車型 停產之後所空缺的一個價格帶 而且還比Odyssey還要再親民一些 但是這次原廠訴求在配備上 是非常具有優勢的 首先在外觀方面 可以看到它的造型是承襲了HONDAI 最新世代的一個家族風格 所以車頭有非常大面積的水箱護照 LED頭燈也整合在水箱罩上方的兩側 保險桿兩側也加入了實際有通風功能的通風口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尺寸的方面 這次Casting它的車身尺碼呢 是超過了4米9的長度 軸距來到了3055mm 所以相較於之前的日規Odyssey 或是已經停產的Previa 其實都是更大一級的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車側的配置呢 Casting它採用的是側滑門的設計 那在GLTA的話 右側有提供感應電動起壁功能 GLTB會升級連左側也有這樣的功能 車身四周接近底盤的部分 它全部用上了塑料防刮材質來做維護 那丑尾呢它加入了銀色的飾板 再看到車頂的部分 全車系都提供了前後兩片的雙天窗的設計 車尾呢用的是連貫式的尾燈組 並且沒有使用廠規 是把Hiongay的字樣橫向拉開的 那尾門部分呢在GLTB車型 它有感應式電動起壁功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車內的設計 Casting它用的是223的一個輕人座配置 那麼在駕駛座的部分呢 它用的是帶有駕駛導向設計的一個數位儀表板 中控台配的是一個10.4吋的直立式的多媒體螢幕 它有支援CarPlay的智慧手機連接功能 那空調部分呢全車系都有搭載恆溫的設定 而且23排都有提供出風口 排檔座呢它用的是線傳的設計 並且也支援了電子手煞車 以及Auto Hold的功能 那手機無線充電的部分啊 只有GLTB車型有提供 它在一二排都有搭載 那車內的座椅呢是以皮質來設計 駕駛座呢標準配備電動座椅 第二排是Casting的重點 在GLTB的車型呢 它搭載的是皇家VIP的座椅 所以呢有電動調整 加熱通風還有電動腿靠功能 這可以說是近似於Toyota Alpha的一個配置 但是它出現是在150萬以內的一個國產MPV 我想會是一個強大的賣點 所以剛才呢原廠也指出 大部分的訂單都集中在GLTB的車型 可以看出市場上是有一定的需求的 安全跟科技方面 這一次的Casting車系呢 全部都有搭載HONDAI的Smart Sense這套系統 所以有符合Level 2的半自動駕駛輔助等級 那最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動力配置 這一次南洋失業所推出的Casting車型 全面搭載1.5升的直列四缸渦輪增壓汽油引擎 搭配8速手自排變速箱 那這季引擎呢可以在5500轉的時候 輸出170匹最大馬力 這一次南洋失業在國內呢 搶先亞太市場發表的這台Casting 從目前公佈的資料來看 其實是有相當強的一個產品競爭實力 那也相當期待之後我們可以進行試駕 為大家做深度的體驗 這樣的一個配置呢 並不是說因為市場暫時缺乏MPV車型 所以就直接找一個車型進來頂替 而是我覺得是有一定的用心程度在裡面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在試駕當中再為大家進一步說明 請大家也記得訂閱小精神萬點的YouTube頻道 那對於Casting有任何的想法或意見 或是你已經下訂了在等車的車主呢 都歡迎在底下一起分享喔 那我是Mike 我們就下部影片再見囉 掰掰 再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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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囉